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拿一个香鱼的 巴比小女孩她的冰淇淋做好了 再带上一个小勺子 还是一个巧克力的颜色 米露拿出了两元钱 佩奇请收钱 现在巴比小女孩可以慢慢的吃这些好吃的冰淇淋了 先尝一口香鱼的 真好吃 再来一口甜橙呢 也不错 再来尝尝香蕉的 啊 冰淇淋吃光了 超级飞侠小爱也来这里买冰淇淋 来看看她选择什么口味呢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巧克力的口味 然后呢 还有草莓的 然后呢 还有草莓的 香草的 好了 那咱们拿好小工具 成冰淇淋的小杯子 为小爱也来准备冰淇淋 先来一大勺的巧克力 好了 好大的一勺 然后再来一个草莓 再来拿一个香草 现在可以吃冰淇淋了 再来一个香草的 尝尝巧克力的怎么样 莱德也来这里买冰淇淋 莱德选了一个香草口味的 巧克力口味的 还有一个香鱼口味的 但是莱德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那就是冰淇淋里面 可不可以放一些水果呢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小模具 来给莱德做一些水果放进去 接下来就来做水果 做一个樱桃放进去 在这里做一个叶子 这里是红色的樱桃 哇 真鲜艳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菠萝 这样呢 颜色看起来会更多样 绿色的叶子 出所要凉软奶 こう看起来 哦 毕竟要先给你 哦对了 光够的是冰淇淋了 还要付钱呢 莱德拿的是 哇 莱德拿的是两个硬币 还有一个金币 原来这个金币呢 是巧克力 是送给佩奇的 谢谢你了莱德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呢 小猪佩奇的冰淇淋店 我们就玩到这里了 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